上期视频比较完整的总结了我如何看待持续购买投资房的逻辑 后台呢受到了很多好评和问询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还没有看呢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期视频 会帮助你理解到我今天会聊到的内容 最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是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下一步究竟会怎么走 会暴跌吗 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 同时还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总结的房地产市场中的四大幻觉 顺便给大家重新明确的定义一下 什么叫罗永芳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 把你的想法在下方告诉我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 据说人生有四大幻觉 有人敲门 手机在震 我能反杀 他喜欢我 根据最近的市场变化 我也总结了房地产市场中的四大幻觉 大家快来看一看 你有没有中招呢 各个平台有很多博主都在喊跌 我呢也来带一波节奏 看看我带的这波节奏 合不合你的点 原创内容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 第一个幻觉 房子越盖越多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经第一的嘛 房子就应该越盖越多 但是这是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中最大的幻觉 在安省 尤其是多伦多 历年来 房子盖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 按人均算 一直是越盖越少的 先来说一个直观的感觉 十多年前 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当趟当时的两市的房子 是租给两个人住的 现在呢 经常两市的房子 是租给两对情侣住的 中间的厅隔一隔 再住个人 美其名曰阳光房 所以现在的两市呢 实际上是住了三四五个人的 而且十多年前的两市 是一千尺 后来变成了八百尺 后来变成了七百尺六百尺 房子的面积越来越小 相似的 house独立屋 之前 地下室是很少有人分租的 毕竟在加拿大 这么一个寒冷的国家 地下室就是用来冷的 把地下室冷了 阴了 潮了 一楼就会好说的多 而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地下室也被租了出去 如果说感觉不够直观 再来分享几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显示了这七国家中 每个国家分别一千个人 拥有多少套住房 加拿大很神奇的成为了 这七国家中 人均住房拥有量最少的国家 只有每千人四百二十四套 加拿大毕竟是这些国家中 面积最大的国家 人均住房拥有量这么少 还是有点讽刺的 再来看看人口增长的情况 加拿大作为这七国家中 人口绝对数量最少的国家 人口增量却是最大的 甚至在最近一年中 超过了有几亿人口基数的美国 这可是人口的总增量 如果换算成比例的话 那加拿大更是常年雄居 这七国家人口增长之首 所以加拿大的住房危机 长久以来就是供应不足造成的 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 而人均住房拥有量非常少 在这么少的人均住房拥有量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个省 各个城市之间 是否有分的非常均匀呢 怎么可能均匀吗 我们来看看安省 安省人民从2016年到2020年 经过不懈的努力 人均住房拥有量从403套 成功的降低到了398套 进一步拉低了 加拿大人均住房拥有量的平均水平 眼见的朋友看这张图 一定发现了 阿尔伯塔好像和安省的 平均住房拥有量是一样的 都是每千人398套 如果安省缺房子 阿尔伯塔省到底缺不缺房子呢 答案是很有可能不缺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阿尔伯塔省 埃德曼顿和卡尔加利 这样的城市 他们的空置率常年保持在6%以上 而多伦多的空置率 常年保持在1%以上 说明多伦多实际上是很缺房子的 而卡尔加利 埃德曼顿有一些房子没有人住 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阿尔伯塔省的地价比较便宜 大家通常不会盖特别多的condo 而是选择盖low rise 面积就会相对更大一些 每一套住的人数也就更多一些 所以虽然都是拥有398套房 每千人 但是安省真的是很缺房的 而阿尔伯塔省不怎么去 拿2021年为例 安省新建的房屋中有48000多套房子 是公寓 占到了总修建房屋数的53% 这些房子平均是塞不下三个人的 所以安省人民不光房子越来越少 而且水分也是越来越大 每一套房住的平均人数也是在下降的 双重加重了安省缺房子的现象 这么一看 阿尔伯塔省很有可能是不缺房子的 至少它的空置率水平显示它是不怎么缺的 进一步类比 BC省实际上是更加不缺房子的 再来看一下具体细分的城市 多伦多果不其然 是全加拿大人均拥有住房量最少的城市 从2016年到2020年 经过不懈的努力 每千人房屋拥有量从365套 慢慢变成了360套 这也是我之前讲的段子 按现在的算法 多伦多每年会有几万人露宿街头 没有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人们住的越来越拥挤了 同样的面积里住了更多的人 大家挤一挤 总是有地方住的 所以根据这个最朴素 而又最直接有效的统计方法 长期来看温哥华的房价 一直跑赢多伦多的涨幅是不太现实的 毕竟物以稀为贵 多伦多的房子还是更加稀缺的 为了避免上面找到的数据有误差 我自己也来做了相同的计算 我算了一下2016年到2021年 人口的增长 以及房屋数量的增长 人口增长 我是从加拿大统计局拿的数据 房屋的增长 我是从CFC拿的数据 大家可以发现在2016到2021年中 加拿大平均建房的速度是每千人347套房 确实是进一步拉低了平均的房屋用量的 所以在加拿大按现在的房屋修建速度 房子确实是越该越少的 第二个幻觉 大家都在看跌楼市 小红书上 油管上 微信朋友圈里 很多人都在常年看跌房地产市场 如果你内心不觉得房子会跌 但是常年喊跌 那是你坏 别有用心 如果你内心真的觉得房子就是常年会跌 那是你傻 你真的认为房地产市场会长期跌 快跌 猛跌 暴跌 连环跌的话 正确的操作方法是 把房子卖掉 持币观望 租房子住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 我敬你是条汉子 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我觉得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 不具备崩盘的风险 我自己也是在常年买买买的 而且我买了什么都公布给大家了 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们看一下历史就知道 房子明明是常年都在涨的 过去二十多年中 一直在涨 除了2018年 因为外国买家税政策调整 造成了一波短暂的跌幅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2018年的数据 我们会发现 2018年真正跌的只有独立屋 也是罗永房的重在区 其他的物业类型 半独立屋 镇屋 公寓 实际上都是在涨的 尤其是公寓 连续两年逆时暴涨 可以说是紧缩周期中的翘楚 今年的行情和2017年是有一点像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呼吁大家买Condo 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线房 Duntown 地铁沿线 经济试用房 我自己和我的石头房俱乐部的成员们 也是一直在按这个逻辑买买买的 真实的情况是 房地产市场中看跌的人数是很少的 绝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看涨的 而且绝大部分人也是希望房子涨价的 只不过是市场中喊跌的人喊的声音很大 盖过了沉默的看涨的大多数 大家考虑一下什么样的新闻最具备传播性 当然是一个大新闻 如果你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天下太平 成平日久 或者烧了个大药房 你猜观众老爷们会怎么说 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 这非常不符合传播学第一定律 出奇制胜的原则 所以房价年年涨 有的人却选择性失明 常年喊跌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流量和变现 喊跌我就可以接到卖房子的生意了 你赚不赚钱我不管 反正钱我是赚到了 我一贯鼓励大家 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 不要频繁操作 老买老卖 因为你老是买卖 钱最后就被政府和我这样的人赚走了 房子能不卖就别卖 优先做refinance 如果真的要套现 一般推荐房子比较旧的 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做refinance的房子 卖掉进行套现 希望未来的我可以一直恪守原则 不忘初心 不为了流量和博眼球做违反本心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看房价到底是涨了还是跌了 而是去看看加拿大人民用脚投票过去20年选了什么 答案是加拿大人民在过去20年中省市检用勒紧裤腰带愣是在房子越盖越少的情况下把房屋自有率买高了5个百分点各种辛苦冷暖自制真的是不容易啊 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勒紧裤腰带过的呗 第三个幻觉 利率涨了房价要跌了 利率涨房价真的会跌吗 答案是不一定 我们去历史上看数据 会发现有的年份利率涨了房价跟着涨 利率跌了房价跟着跌 正相关 有的年份利率涨了房价跌 利率跌了房价涨 负相关 我们来结合多伦多的房价和历史利率变动做一个参考 很抱歉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图 原因是利率通常一年中会有多次变动 而房价租金这样的指标一般按年为统计单位 所以我找了两张图 一张是我自己找的年化的房价的数据 另外一张是网上别人做的利率的变动图 我把两个图拼在一起了 做了个缝合怪 见谅 还是我有点懒 这个图上蓝色的线是利率的历史水平 蓝色的柱子是历史的房价水平 从重合的1975年开始算 正相关的一共是这么几个时间段 也就是利率涨房价涨 利率跌房价跌 分别是1970年到1982年 1988年到1990年 1990年到1997年 1997年到2000年 2005年到2008年 还有2019年到2021年 副相关的一共是这么几个时间段 利率跌房价涨 利率涨房价跌 1982年到1987年 2000年到2005年 2008年到2010年 还有两个时间段 2010年到2016年 以及2016年到2019年 这个阶段 房价利率不太相关 房价在涨 利率基本上没变 我们这么一圈看下来 利率涨房价跌 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 这不太符合逻辑 利率涨了 我不是应该更买不起房吗 房价不是因为 更多人买不起房下跌吗 历史告诉我们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利率涨房价也在涨 利率跌房价也在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 人们调节利率 目的是为了调节通货膨胀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利率的变动 影响了人们对房屋的可负担性 但不是直接影响房价 利率上涨了 买房的可负担性确实下降了 但是同一时间 也许通货膨胀率很高 导致租房的可负担性 也下降了 甚至下降的更多 如果这个时候租房的可负担性下降的更多 那么人们实际上是更加租不起房了 反而相对的更能买得起房 合在一起造成了买不起 但是更加租不起的情况 所以房租都这么贵了 很多人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勒紧裤腰带 还是买房吧 所以你要问我加拿大人民用脚投票会选择什么 答案是加拿大人民会选择勒紧裤腰带 第四个幻觉 房价真的跌了 我买的房子要崩 还记得我前面的视频聊到 买房子和买股票唯一亏损的方法是什么吗 答案是爆仓 被迫在第一位把房子或者股票卖掉 所以买房子只要做到买得起 拿得住 长期持有就很难亏钱 长期在房地产市场中炒短线 就会给政府和经纪人创造GDP 给自己创造风险 如果我们要讨论房地产市场的灾难 暴跌 聊现在可能发生的事 或者是2017到2018年 这个格局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要看就看历史上最大的跌幅 90年到2000年 这10年跌了6年 真的是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都快把我眼黄花了 这个跌幅可以算灾难 也可以算比较大了 但是你在90年买了一套房 10年中连跌6年 你的房子爆仓了吗 并没有 还是看我上面这张图 我又加了一条灰色的线 这条线是多伦多房子租金的变化 如果我们在1990年买了一套房 利率是13% 租金是每个月634块钱 10年过下来 我们会发现 利率从13%降到了5% 打了个四折 而租金涨到了900多块钱 上涨了50%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房价走低的灾难年份 我们只要做到买得起拿得住 房子是持有成本越来越低 给我们创造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的现金流的 我们投资房地产 本质上要把房地产当做一个可以每天生产一份居住空间的生产资料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房子的价值差不多就是未来50年生产的所有居住空间 价值折现到今天这么一个数字 所以长期投资房地产 最稳妥的收益来自于长期稳定而良好的现金流 90年到2000年之间 房价虽然跌了 但是我们按上面生产资料的这么一个逻辑 投入这方 利息下降 使得我们的投入变少了 而产出方租金上升 使得我们产出变多了 所以在这10年中 投资房地产这样一个生产资料 生产效率依然是得到了提高的 长期内在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供固 这样一个灾难 如果可以长期持有 其实也不过如此 今天如果再来一轮暴跌 你依然可以做到买得起拿得住 那么你依然是可以进入市场投资房地产的 与其过分担心 本来就不经常发生的房价下跌 最值得焦虑的是没有买自住房的人 应该焦虑一下万一租金暴涨 我应该怎么办 从这个角度看 罗永房实际上就是生产效率比较低的房子 或者说租数比比较差的房子 我这边再给大家完整的总结一遍 我多个视频和文章都有提到什么是罗永房 总结起来就是 总价特别贵的 持均价特别贵的 在区域内最贵的房子 天残地缺 老破小 最近涨了特别多的房子 偏远的房子 以及天价的楼花 这些房子本身泡沫就很大 他们下跌了 不意味着市场真的下跌了 而是这些房子本身的泡沫几处 一个房地产市场是否真正下跌了 要看最核心区域的便宜的经济试用房 是不是真的跌了 而不是看罗永房有没有跌 事实上罗永房跌不跌 我真的不太care 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要充分的认识到罗永房的危害 自觉远离 保护你我他 总结起来 中长期看跌人口增长的房地产市场 是不理智的行为 这和加拿大的国情是背道而驰的 在多伦多这样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中 最大的幻觉可能就是房子要跌吧 希望理智的大多数 看到喊跌的视频文章 可以自动的屏蔽 忽略他们 对于今年房市的走向 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判断 加息和政策调整一波 让房市降温 这是一件好事 随着加息慢慢的结束 房地产市场价格会来到一个新的区间 然后从这个新的区间开始重新上涨 如果真的想让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做到长期下地 那么要做到两件事 首先选另外一个川普上台 紧缩移民政策 拒掉一些留学生移民 从需求端管控整个房地产市场 然后再以现在三倍的速度修建房屋 快速把加拿大的人均住房拥有量追到这七国家平均水平几以上 从供给方开闸放水 这两条都做到了 才具备中长期房价暴跌的可能 不过我们都知道 这两条每一条都是非常困难的 基本无法实现 现有环境下 买当趟和地铁沿线的经济试用房 做房地产投资 依然是随时可以下手的 现在买差不多七到八月交房 赶上学生级招租 是很不错的投资策略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毕竟转发了你就转发了 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就够了 我们下期见